这几天你怎么怪怪的 从前夫家回来你就不理我了 做什么事情都不问我 你什么怪的 不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回事嘛 你想要我怎样的情绪嘛 就像以前一样啊 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 然后整天黏在一起 我回来你也不黏我了 现在我想通了 没必要黏了 怎么了嘛 没必要什么都跟你商量了 你一个二婚了 我们本来就是打好过日子 你去你前夫家几天 我才想通 原来我们是打好过日子的 并不是什么老公老婆 很恩爱啊 我们并不是那样子的 我是去看孩子啊 你是不是又想多了嘛 可是你去看孩子啊 你去看哪一个星期吧 在你前夫家住了一个星期吧 那我只是跟小孩而已啊 我有没有跟他怎么样 那我可不知道啊 反正呢 你一个二婚的啊 回去看孩子啊 然后又住在前夫家 那我太想小孩子了 就想在那里多住几天陪陪他嘛 让他感受一下母爱 哎呀 反正呢 我是觉得啊 我们俩啊 真的是打火过日子 对吧 你二婚我二婚 我们呢 并不是像头婚那头婚那样子 啊 红红烈烈 哦 婚也可以有真爱的呀 没必要啊 对对方就是各种热情嘛 对吧 你够够你的 我够我的 尽量平淡一点 那就是打火过日子而已呢 你以前不这样子的呀 怎么我回来就变了呢 我以前不这样子嘛 可是我以前我以为 你已经把你的前夫 所有的都忘了 没想到你现在啊 又想起他们 又过去跟他们好几天而已 我是陪孩子 我要怎么样你才相信嘛 不管你 不管你陪孩子 还是陪你的前夫 那个我管不了 因为 你怎么管不了嘛 你是我老公你管不了 因为 以前呢 我是觉得你是我老婆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你不是我老婆 是别人的老婆啊 什么我不是你的老婆啊 那结婚上面写着 我都是你合法老婆了 怎么还不是你老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可是你的心 还装着你的前夫的吧 不然你干嘛要住他家 那么几天 我是为了孩子 啊对对对 你为了孩子 谢谢 我所为 反正 那你 你能不能像以前正常的生活一样啊 反正我现在呢 就这样我感觉我想通了 你老是冷落我都不理我 我醒悟了 啊 这是大伙嘛 是吧 你看你上你的班 赚你的钱 花你的钱 我自己上我的班啊 赚我的钱 花我的钱 嗯 那这样干嘛还要结婚呢 自己过不就好了吗 你到底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啊 穷我爱我 不是我穷你爱你 你还是会想着你的 啊 你小孩你前后的呀 你孩子啊 如果以后动不动就 去跟他们啊住几天住几天那谁受得了啊 有小孩然后去看小孩住几天很正常的呀 哼正常吗 你觉得这很正常吗 对啊 怎么就不正常了 看自己孩子怎么嘛 那如果我啊 也去跟我的啊 前妻啊 看孩子那我也住他那里啊 你能接受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 啊 废话什么 我肯定是不能接受啊 你去看孩子就看孩子 看完就回来 你还要住那里干什么嘛 你都不能接受 那我为什么要能接受啊 那我跟你能一样吗 那你去看孩子 你就去看孩子 你为什么 看完孩子还不回来呢 要住几天呢 那他哭着要我 我就在那里陪他啦 哭着要你 啊好搞笑 哭着要你 如果你知道他哭着要你啊 你你知道他心疼的话 那当初你们干嘛离婚啊 你现在才会找小孩 小孩着想 以前怎么不为小孩着想 就这样 我们就平平淡淡了 啊 平平淡淡不行 要像以前一样 随便的 我早 我离婚是为了啊 寻找自己的幸福 啊 要刺激 然后我才离婚了 你看你现在又回归 平平淡淡了 那你 那我结婚干什么啊 那你现在也太刺激了吧 有我这个老公了 孩子跟前夫 啊 祝前夫家好几天 啊 我都说了 我看孩子 看孩子 你怎么就不信呢 你这也太刺激了吧 我都说了 你这也太刺激了